现在美国当然对台湾卖了不少 但是现在我们要来请教的就是帅将军 台湾真的会变成一个地雷岛吗 台湾为什么要这样子被称呼地雷岛 是因为日前美国卖台湾说是要卖火山路上机动布雷系统 说战争的时候在台湾的滩岸执行区域组绝 总之就是用这个想办法要去挡解放军登陆 可是现在我们就很好奇了 因为立法委员高津素梅 他现在就说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布上柬埔寨当年的后尘吗 当时光是因为地雷造成柬埔寨有多少无辜的百姓 伤的伤甚至死的死 那我想请教一下帅将军 今天他所谈到的这个部分 其实早在1997年多国就已经签了反地雷渥太华公约 因此火山布雷系统被封存了20年 难不成现在反而要把这个东西卖到台湾 把台湾布成一个地雷倒吗 将军 基本上地雷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一个武器 如果说照他这种讲法 地雷能够阻绝敌人作战的话 这是个笑话 因为我在金门当副连长连长一年半 我就排了1600群一群五个雷 就9000多个雷 排掉还要再装回去新雷 也是9000就18000个雷 所以您那时候是怎样 是用人工去扫雷排除雷 因为全岛都布 那个时候197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拿来做海滩的一个主角 那么我们所谓一群雷 是中间一颗反战车雷这么大 像脸盆一样 因为装药量要够才能够把战车炸翻掉 或者履带炸断掉 但是火山系统 我看它抛出来这个照片的比例 能不能炸翻战车 我非常怀疑 因为你的装药量不够 你怎么能把战车炸掉呢 你能不能把它履带炸断就是不错了 所以民进党跟国防部讲的话有问题了 他说是反战车雷对人没有伤亡 对 地雷爆炸的时候 他能够分别你是台湾 人的话就不炸 你还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不是人就才炸 没有这种事 敌我接触的时候 有解放军有国军 对 旁边陈增车还有老婆训 对 你说这个东西引爆以后 能够把敌军打败吗 不可能 因为你有布雷就有少雷 少雷也是不是人工 我们以前可怜了 那时候国军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对 五十八年的时候 我们每个部队都要排雷 只能拿八号铁丝 我们人们趴在沙灘上 睡在沙灘上 拿针慢慢戳 从沙里面去戳到一个硬的 用手拨开才找到雷 因为雷的危险是 上面有个性管 你去碰到它 你不能从上面把它压下去 你不能站在上面去搞 除非你有工兵那个金属探测器 那在打仗的时候 布了这么多雷 你哪有这么多人去探测器 所以我手上玩过的雷 有六种 六种 一种叫做人员 那个砍脚雷 就是跟一个橘子那么大 很薄 大概只有1.5公分厚 黄色的 今天报纸上不是登了金门那些 老人家被炸断腿的 就是那种雷 那种雷是塑胶做的 那种雷撒在沙滩上很讨厌 就是海浪一来它会乱飘 雷卡上也不会记载 所以那个老兵被炸 大部分都是在沙滩附近踩到 它为什么叫砍脚雷呢 它那个装药不多 你踩到它 它是平行方向炸出去 所以右脚踩到 常常是左脚被炸断 我是亲眼看到 我连上一个兵被砍了脚 那我后来去接连长 是另外一个连的时候 一个工兵在处理很多肺雷的时候 被炸光 炸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捡遗骸 烧成骨灰送回去 找不到 结果就在一个铁丝网子 找到这么大一块肉 一个腿骨 烧出来的骨灰不到一两 就是说雷在一起多的时候 是这样可怕的 你处理雷很危险的 所以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就是人员杀伤雷 人员杀伤雷有两种 一种比这个大一点 它上面有一个岔子 谁碰到它 它被埋在土里面 那个针在上面草堆里面 你碰到它 它就这样爆炸 这样爆炸 杀伤雷就是说 你站到的时候一定伤 你卧倒的时候 它可能在死角 第二种雷就可怕了 两个像我们平常的保温杯 粗一点的保温杯 它是两响 它下面一炸 跟冲天炮一样 都飞到天上 第二个装药的雷就往下炸 那个叫人员杀伤雷 差不多你这个摄影棚 就没有活人了 因为它往下炸 没有死角 这叫人员杀伤雷 第三种就是 反战车雷 对 有啊 这个我看 他们也特别去做比较 军方也强调说 现在是什么 是战防雷 那刚才讲的 人员杀伤雷 不是美国要对我们 出售的这一种 是指的是这一种 还有什么 还有说 有自爆装置 所以好像意思是不会伤到无辜 第一个 我对这个说法有个质疑 第一个你要给我证明 这个买的真的是战车雷 凡战车雷 第一个 这个东西啊 口说物品 你拿到宜兰那边 大幅冰市场试验我看看 好吧 拿个重物去压一下 看看能炸到什么程度 能贯穿多少钢板 第二个 这种雷啊 是抛的 快嘛 车子开过去 两边丢 乱丢一动 丢的时候 你是没有人埋啊 谁敢那个时候去埋 这个隐姓 开了没有 不知道 对啊 那裸露在地表上 你哪有时间去埋呢 因为它是要快速嘛 那你看得到那个雷 敌人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啊 看得到 对啊 人家既然是反战车 要125磅的这个压 150公斤压 150公斤 那我是叫后面的步兵上来 把它搬开了 搬开就好了 搬开就好 它不炸 因为都看得见 对不对 看得见嘛 这是第一个 对 所以地雷啊 从来没有办法说阻绝 阻止一个站着 它只能delay 延迟你的速度 比如车子用 20公里的速度 往前冲的时候 看到有地雷停下来 去解决它的问题 耽误过多少分钟 它又过了 对 所以这个雷 我们刚刚高级数没讲的 一点都没有错 过了几十年 你看捷卜塞人 捷卜塞人 后面被杀了 6万5千人 你看哦 越战被埋下 1000万颗地雷 1979到2017年之间 受害者多达6万5千人 三乘一的人当场身亡 五乘五的人是惨遭截支 那么很多其实就是美军 当年越战的时候 把它埋进去的 你看这个雷 40年还有人受害 我其实去过金边 然后我就在街边 就真的看到不少 在不同的地方 金边的市区里 就看到什么 就看到真的有 有的是断臂的 有的是断腿的 然后那时候就当地的台商 就跟我说 他说其实那时候很多 都是被地雷所害 那个时候我才吓一跳 说原来这个地方 有这么多的地雷 他说还没有扫完 当然 我再讲个例子好了 我在金门 就是我连的房区 从古灵头到安全 那么三四公里 就埋了一万多 九千多个地雷 对不对 那后来去排 对不对 我们在金门 一共四年时间 没有听说地雷 把水轨炸死一个 但是我们的商兵 炸死了 炸伤了可不少 我自己就亲眼见两见 对 我们今天从头听到 也就是帅将军 自己的亲身经验 这最写实 但是也觉得最残酷的 去布雷的时候 小兵是做噩梦 晚上哭 对不对 去排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雷 我们排的雷 已经是放了那几十年了 还是会炸 所以你看金边 到2022年 2021年 他还有被炸的 所以 我只讲个例子好了 各位观众 你们到金门去 有没有人允许你 到沙滩去做沙滩游戏的 不敢 开放吗 没有一个海水浴场 对不对 今天报上登的那个 那个被炸伤的 也是像渔民一样 在海边走动的 当然出事嘛 我们后来排了 我们我当立委的时候 还通过一个法案 请什么南美 还是哪个小国家的 来排雷 结果排也被炸伤 所以他那个案子 也没做完 所以金门 马路上 城镇没问题了 是 但是你到海边 你去试试看 准不准你下去 所以好 回过头来 今天台湾用了火山 你炸死多少解放军 我不知道 但是这些雷 存在在各个地方 尤其那个扫雷机 把它 拨的时候乱飞的 有布雷车 当然也有扫雷车 有解放军的扫雷车 扫雷车有很多种 一种我讲 我看过的影片里面 就是车子前面 有两个铁壁 加一个轴 加一个马达 铁壁上 捆上几百条铁链 它开始转动的时候 就噼里啪啪 很多个鞭子在打一样 你凡是什么雷 都给它引爆了 如果你是 全是反战在那里 人都可以移开了 所以地雷只能 阻止人压 前进的速度 但是并不能够 解决一个战争的胜负 第二个 各位不要以为 都买了沙滩 因为美国给你 给的武器 就逼得你 非打城镇作战不可 对 城镇作战里面 抵抗的部队 最担心的是 敌人的装甲车 跟炮兵 跟这个甲车 对 这种雷一定 布在马路上 所以它会在什么 它会在我们 台北市的街头 也可能会有 就台北市周边 能够打进台北的街 那个入口的地方 它就会步 它快嘛 别人已经攻到前面来了 我还有点时间 去乱撒 可是碰到扫雷 你可能炸掉 一两辆躺的车 但是扫雷就扫出来 那些雷 飞到你家 飞到实际人家 都有可能 飞到哪里 你都不知道 是不长眼的 那不是遗害 百年吗 对 那这些雷 你是不是一个个 都找得出来 国防部讲 我可以电子引爆 对 它这里有 战防雷 美国要卖的是这个 三段自毁装置 好 我再讲 三段是 什么四小时 八小时 十五小时 这三段 它讲的 对不对 这个雷跟这个 这一套东西 是三十年前的产品 我只问你家的电器产品 三十年来会不故障吗 会啊 好 那你只要没有引爆的 是不是就是 就是个危险 对 那下次汽车 开到那个草丛里面 压到你 是不是照样炸 哪个车子不超过150公斤 所以这个都没有办法 制圆 其实说 今天你让老百姓 解释这个疑惑 请你把这个火山布里 买来了 你已经花钱 冤大头 你能够踩刹车吗 能够说我们不要吗 两种方法 一个你到大幅兵市场 给我测试 这个是不是反战策 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怎么样引发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被美国逼的买了 没错 但是我不要危害 我都老不信 买来不用可以吧 因为你用这个东西 也没办法打败解放军 因为你只是延迟它时间而已 它有排雷的 有减的雷过去的 但是后遗的伤亡 你看看吉普赛的历史就知道 越南还有更多了 是 但是问题是 刚刚帅阳君讲的 那第二个方法是 我们可以做的 买了我们不要用 买了不用的话 那不是很浪费吗 浪费是你凯资军售里面的 居然结果吗 我们多少东西是没有用的 不行不行 我们听了很气啊 就是花了那么多的钱 这都是钱啊 明指明高 结果拿来这样 说买了以后 为了不要伤及无辜 所以呢 也不见得有效 就搁在一边 这像话吗 然后人家美国2022年 他还给柬埔寨 什么 1.8亿美元的人道援助 因为他布的雷嘛 他给1.8亿美元 但是我们台湾呢 是在那里花钱买布雷系统 哇我天哪 这真的是听起来 怎么样都是很讽刺 所以难怪高精素没说 鬼是他 神也是他 台湾人民 非要这样硬生生 被美国拖进 柬埔寨人 曾经历过的地雷地狱吗 我们当然不要啊 可是施老师 现在残酷的还有什么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好像没有真正加汇于民 反而是给这些政治人物呢 在那里风光用的 是这样吗 今天公关你说 可以牵线 帮蔡英文打通哪个电话 可以跟谁讲到话 比方说佩洛西 这曾经是众议院议长 还好像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 然后是等于是把他怎么 把他给邀请而来的 难道这都是我们要的吗 你看今天呢 李贵明委员 国民党立法委员李贵明说 对美国游说的费用 是一年可是三千六百万美元 三千六百万元 然后一个月付多少 十点二万美元 一共有五家公关 在帮忙做这件事 跟佩洛西有关的是 民主党的事 所以是透过民主党大佬 盖哈特 他的公关公司 那还有的是谁 还有就是麦卡锡 麦卡锡现在的众议院议长 他是共和党籍 那现在要请他帮帮忙 希望能够跟他通个电话 那就要靠共和党的人 开的公关公司 是前众议员哈勃 开的Walkins & Eager公司 所以这个 这个到底是忙什么呢 忙了这半天 结果怎么我们好像反而觉得 是他们在风光 我们在受累呢 老师 我先附和一下 将军刚才提的 或者主持人提 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 先生去百货公司 然后被游说了 买东西回来 被老婆骂死了 家里也没地方放在地下室储藏室 那就是潘了嘛 对 那我1981到83是在金门 金中 守上一级场 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几只 除了地雷 我们那时候已经不用地 已经在扫雷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是步运排长 管四门战航炮 怕他从廖楼湾上来吧 然后第二个其实 我们坐的那个很深 很深跟很宽的那个 反战车 反登陆的那种 豪沟 那个部分大概 他就没有办法 OK 好 那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青庄是负责 出去就是夜行军等等 那我们都知道说 有一些地雷区是不能去 不是就在海滩而已 OK 但是呢 那个雷是会飘的 对 偶尔还是会有人踏到 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那如果 你知道 我们金门的朋友 跟我讲说 其实金门是后方 不是前方 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会打的话 是打台湾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说步雷 就是步到台湾来啊 对 步到不只是西台湾 可能花冬啊 那我们以后 要多久去排雷啊 现在金门都 金门都还没有排雷 对不对 金门都没排干净 对啊 所以我们台湾未来 为什么要 如果能先用嚇阻嘛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下 其实拜登他们的 大战略嚇阻 并没有改变啊 为什么一下子从 然后这个所谓的在海战的这个部分也没有啊 然后一下摊头没有已经要打向战了呢 是啊 我是觉得说完全是因为新的军火上来的 没有什么道理 那是懊悔或骨悔嘛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啦 OK好 回头讲说 其实我们喔 我们讲说我们跟美国的那样子所谓的游说的公关公司 以前阿扁这个李总统的时候有 但是呢阿扁上台以后因为翻脸嘛 就是翻脸以后 差不多我们有十年以上跟美国的那个线都断了啦 那马总统有他的做法是另外一回 小英回来以后再把这个接上去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潘纳啦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当潘纳呢 我们先讲说游说 在美国或西方国家来讲 游说是一个合理的啦 然后它有一个规范的方式啦 那但是游说要游说什么 当然是要影响他的国防外交 跟我们有关系嘛 那我先说潘纳意思是说 我们外馆这几年基本上就是说 想办法去让这些小英上这个媒体啦 或者等等 那我们说其实 我就举个例子 以色列当时要独立建国的时候 其实他们国务院是反对的 因为旁边都是阿拉伯国家嘛 但国防部是支持的啦 那背后当然有犹太人的游说这个部分 那到最后因为犹太人花了很多的钱啦 到最后甚至呢 拜托美国帮他们在联合国去买票 从来美国那些是可以买的 就是买总统就好了啦 OK 我想这是OK的啦 那阿扁的时候 那当然李总统他有 因为他是透过日本的那种 阿密塔吉那种关系 那是另外一场日本的关系啦 那阿扁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小布希其实对他还不错 其他是牛排嘛 但是因为911以后呢 你知道他就是在玩公投啊 等等一大堆那些 那当然小布希很不爽嘛 用三字经骂他嘛 所以那个东西到最后是有点断了 坦白讲啦 是有啦 是透过基本上还是透过国防部啦 然后他那个人 他的老婆是在国务院啦 就是这样子嘛 OK 但是呢我会觉得说 小英基本上他是判断错误啦 也就是说 他第一次去interview的时候被修理嘛 好然后呢 接着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他就透过 他就好像是 他认为说民调应该是 好像是那个 好像看起来应该是希拉瑞会上啦 所以他全部押保啊 所以他上台 川普上台花了很多的钱 去帮他要补 所以我们就知道内通电话就是这样 透过前副总统的那个线嘛 后来川普也觉得很后悔啦 OK 那到第二次的时候 他又押保川普啦 结果又拜登上了 所以又花了很多的钱 要把他修补回来 所以我们买了很多东西是因为你是攀啦 不是说我们需要就是为了关系而已 就我们其实我坦白讲 我们这几年外交上 基本上就是八哥你知道吗 不是摇摆狗 是一只八哥就好 你知道听美国讲好的是什么 然后就买什么 对 很多东西连我们国防部都不知道 是国务院讲的嘛 外交部公布的军购嘛 那不是我们国防部不是灰头土脸 对不对 是我们国家要的这个武器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做公关做人群 那我说这是攀啦 没有错吧 就是为了他可以在国际上露脸啊 等等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说这几年就 职业外交关系是也蛮苦闷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外交 我们的邦交国是掉了几个啊 在蔡英文的任内 所以他们只要就是美国而已 其他都不重要 其他都无所谓 其他连日本我也觉得不太有什么影响力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邀请了一些欧洲的国会议员来 然后这很好玩 这样 所以啊 看起来朋友很多 是看起来朋友很多 但是这是很虚啊 然后当然我们就说游说公关 这一切都是合法 但是问题是你得到了什么 你有什么 那现在当然就是让蔡英文觉得很有面子咯 或赖清德很有面子吗 那你看我看2019年初 那个时候蔡英文想要跟什么 跟陪洛西能够有个通话 那时候南太访问 结果没有通话上 所以再过几个月 在七月同一年的七月份 然后又这个出访加勒比海的时候 那蔡英文再来试试看 这个时候就通上话了 所以这是不是都是要靠公关 要花钱所换来的呢 那还有包括 大家很好奇的其实就是 陪洛西去年八月访台 那是到底哪一家公司花了多少钱 美国司法部这边的资料呢 还没有公开这个期间的游说申报 但是刚刚所讲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李贵明 那么他去查美国司法部的公开资料 所取得的资讯 那么也因此呢 大家就再继续看 还有赖清德啊 别忘了在去年的时候 他出席洪杜拉斯的总统就职典礼 过境美国的时候 也曾经陪洛西视讯 这同样也是由 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盖哈特 他开的这个公关公司 穿针引线而来 黄论麦卡锡呢 麦卡锡才扬言说 今年要访台耶 那结果呢 如果真的又来了的话 真不知道这后面 又是花了多少钱呢 这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可以变成这样 也算是蛮罕见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 基本上在外交政策上面 采取一边倒的 全部把希望寄予美国 这样子的一条外交政策路线 简单来讲 你就是当人家小弟 那当人家小弟 大哥总要挺小弟 不管是一些经贸上的合作也好 或者一些商务上的往来 等等外交上的支持 都要用具体而实际的行动 上次小弟觉得我靠航 我占他这一站站队 是有价值的 结果今天揭露出来 是证明所有的事情 你不只要当人家小弟 然后你要他口头上讲你两句 你还要花钱 去拜托他把戏台子搭好 然后他勉强唱个戏给你听 然后你举国上去还为此欢腾 我现在要往前追溯 当初大家讲 这个川普跟蔡英文 川蔡热线 哇所有国民高潮 觉得这好棒啊 历史上的外交突破 请问打完电话之后 对我们国家的利益是什么 没有嘛 佩洛西访台之后那是什么 你直接见面也好 你的出访也好 实际上的外交利益到底是什么 他出访之后 海峡出现没有了啦 他只是做形象工程 在做宣传嘛 所以以前我们有讲 我们有弹性外交 我们有务实外交 我看我们定调 蔡英文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 就叫做公关外交好了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都是公关工作嘛 你送钱去给人家公关公司 希望人家搭戏台 然后让你脸上有光 你拿这样的成果 对内去做大内宣 维系巩固你的政权 这就是这样啊 那你整个外交的专业 国家的实质利益 通通抛出脑后啊 你看连军购我都很怀疑 以前我们就说国防很重要 到现在国防还是很重要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是要乌克兰式的这种国防 要全民皆兵 要海滩 要大街小巷 要有地雷 难道不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吗 我这些武器要处理啊 该塞给你就塞给你啊 你还要感恩戴德 你还要想到说辞 说服这个举国上下 欢欣鼓舞的接受 这不是很无奈吗 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样的决策是不合理 不理性 是有问题的 那就表示我们的国防外交的 政策的路线出了问题 我觉得归根就底 这个在2024的时候 是一个好好检讨的题目 好 师老师再补充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请说 你知道大哥说要带我们去吃饭 买单的时候他去上厕所 还像大哥吗 问题是大哥 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哥 都在会卖茶叶你知道吧 功夫 都是用买 他不是用勒索 他是卖茶叶给你的 他表面上是写阿里山的 但是混了越南茶 不晓得百分之多少的 你知道我们还要卖啊 这是什么大哥吗 是 而且还要说好好喝 对 我跟你讲 任何一个国家公关游说 是有必要的 这个公关游说 应该是对国家安全政策去游说 或者说我军购需要加强的 我去游说 但是他的游说是为了他个人 衬人家的面子 对啊 而且这个是非常浪费的 对 因为你知识摆这么低 所以人家根本就看不起你 来一个议员偷偷摸摸 就买了24架波音飞机 全世界都知道波音飞机是有问题的 将来会坠机的 吊一架飞机死两三百人的 小音符公布啊 英文版上有啊 中文版上没有啊 就是说来一个议员就可以 勒索你24架呀 因为就是说波音过去 有这样的飞安的记录 我们会有疑虑的话 737 MAX有问题 后来出的787也有问题 我们台湾还有驾驶员去试飞过嘛 是 有问题那仪表板很差嘛 结果一买新的 买的是让大家打了问号的 所以再讲这个火山系统 30年前的30套 它对外没有销售啊 因为我们到1970年也就不不雷了 因为1979年全世界都有公约 不用这个玩意儿了 这个东西在美国算是废品啊 但我们还要花钱买 买了买错了也就算了嘛 你不用也就可以嘛 对不对 这个应该有个公投耶 为你的儿子孙子将来万一 万一被雷炸死了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刚刚 我才会请教一下帅将军 我就说 这到底有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踩住刹车 因为都说买 而且是美国自己说 卖给我们了 那现在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那照现在目前来看 这个都不好 这都不妥 这很危险 这可能是布上柬埔寨 当年的后尘 可是现在的做法就是 你说公投怎么可能 民进党当家呀 那再来呢 那现在还能做什么 真的就是可能花钱 花钱你不要用的话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现在会有美方的人 坐证在我们的行政机关 或我们的立法机构 在那里盯着 看着我们接下来 要如何来执行 所以我真的很难讲 不是 我讲不用是可以 你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美国派来的那个人 有个屁用 他可能走了 他走得比谁都快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军人要有一个指挥道德 这个武器 效果没有 但是杀伤影响将来的老兵 不用嘛 是 不过施老师 话说回来 我刚刚讲到了麦卡锡 我想请问您 因为呢 其实现在我看 当然萧美琪应该也很努力的 希望跟麦卡锡有更多的对话 或甚至是麦卡锡访台 相关的事宜 不知道是不是都在安排着 那么驻美代表处 跟麦卡锡的来往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共和党的前众议员 哈勃在负责的公司 2021年 他曾多次游说麦卡锡 跟驻美代表萧美琪通话之外呢 同年的11月 也曾针对台积电的议题 联络麦卡锡 那所以接下来我不知道 老师你有没有 就是可能 揣测出麦卡锡接下来 他会对于台湾这方面 会投入一些什么样的关注 因为我看 抗中应该会是在 今年的一个主轴 工作的主轴 老师的判断呢 就是说 通常要游说国会议员 比较简单 因为他有选区嘛 那你知道在美国 我们知道跟候选人 照相中 团体照 一起吃饭 跟两个照 那个价码是不一样的嘛 然后要来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价码又更高了 更高 那你可以讲说债也没有错啦 就是说他现在是拜登可以讲说 这不关我的东西嘛 但是那个仗是会算在拜登的上面啦 他应该会跟他小以大意才对啦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就是说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拜登 看起来不怎么样嘛 这次那是不是川普会不会再回来 或者共和党也会推人嘛 但是因为这次集中选举看起来好像低空飞过嘛 拜登低空飞过的样子 所以两边都要用力是没有错啦 但是是不是要用到来台湾这样子 然后这个节股委员会不会刚刚好在我们选总统那个内刹那 我们知道裴洛西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毕业旅行嘛 他也知道这次民主党不太行 他当议长 他也即使当选上议员也选不上议长嘛 所以你找他来对我们有帮助 会不会重演上一次 不过也真的也没错你知道 他面上上次说抗中把台有用嘛 那这次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玩啦 是啊 那赖神大概也是 你看他这次讲得很强嘛 不能有疑美论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知道 那这个肖美群有可能是来当这个赖清德的搭档副手 不要忘了喔 因为他是新潮流的喔 他算是小英女孩 但是他也是这个新潮流的 所以他会玩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是觉得当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的时候 就是操弄外交两岸的部分 好 所以真的要拭目以待 那现在呢 当然了我们要看看 到底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关心的事情 能不能够稍微往我们的个资来关注一下 多关心一点 这个许婷我们看到竟然说 报道指出国外网站竟然有人在兜售什么 兜售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 而且还会不仅仅是什么年龄啊 性别啦 任职于哪里啦 那么还有什么家庭背景描述的完整之外 还有他的什么 他的个性 这个人的个性 他的特性有哪一些 他都能够把他什么 掌握的清清楚楚 那么比方说 有人是现在的大学财经教授 积极参与两岸交流活动啦 然后呢 那其实他还有所谓的任务是 转介请访有机密条件的什么什么 那么但是资料10G要价15万美元 有价码的 而且还说更详细的话 可能这个费用会要更高 那这个让我们就非常的好奇 因为连彭博都有专栏作家说 健保的资料库已经威胁到台湾的国家安全了 那所以这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吗 那怎么会说流向到了国外的网站 连情报相关的机密文件 都可以什么 以高价去取得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我觉得这让人非常担心 因为这感觉起来 看这一份就是外泄出来的资料 感觉应该是我们的比较重要的机构 可能是国安局或调查局 因为他们是有一部分 做政治增访跟勤收的工作 那所以他很多人 他接触过人他建党 我研究这个人 包含他的动向或什么 这是他们的工作 我觉得这很正常 但是这样子的资料一旦外泄 那个等于是 做这样工作的 那个是等于是机密中的机密 等于是所有保密程度最高的 然后他可以直接外泄 那你整个资安体系到底在干什么 你要我们前面有健保户籍资料 全面外泄2000多万笔 然后前两天是华航的会员资料外泄 那是政商名流 很多资料被公布出来 然后到今天这个 等于是最高的情报机构 然后有资料外泄的问题 而且好像还蛮廉价的 时局要15万美元 如果是你拿资料来说 重要情报来说 这不算 这显然不是什么很贵的价码 那表示到后面还有更多 你知道吗 他才有办法后面再喊价 那你从头到尾你整个 大家讲说资讯时代 资案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资讯战什么东西 认知作战 平常每天讲这个东西 就你连所有资讯在里面最根本的资料安全这件事情都做不好 在这些资料大量外泄的同时啊 你民进党欢天喜地啊 张灯劫彩在干什么 成立数位发展部啊 唐凤部长好厉害 到底在干什么呢 你这是再次证明嘛 你整个政党的执政就是宣传宣传宣传嘛 你搞数位发展部对数位安全没有任何帮助嘛 没有任何成绩也没有也经不起任何考验 你就只是要包装要宣传 那我甚至都认为你成立数位发展部 哪里是什么资安啊 是等到他要推数位中介法的时候 他能够以我是数位发展部的部长 我是这部分的专业 我是这部分的高官 你们要听信专业 然后逼着全国人民要买单 如果你这政府的一心一意 全部用在巩固政权跟政治斗争上面的话 那这个资料外泄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已啊 那难怪大家会把它认为说 你在未来这个彭博讲说 全球的起火点台湾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政府失灵嘛 而且没有任何的让人可以信赖的感觉 你当然是给它起火点的 民党政府应该好好检讨 那帅将军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已经牵涉到我们的情报 这个情报网可能都已经被破解了 对啊 都说不定 现在因为全世界包含解放军的 包含中国美国的 他们的海客都很厉害 而且是系统化 有组织有科技的在做 和再加上我们自己还有内建嘛 为了一点钱把个资卖出去 那换句话说 为什么老公对你 每个人都搞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那美国何尝不是啊 是 为什么我们 现在政府对美国这么听话 我都很奇怪啊 我在国防部的时候也有抗拒到 说拒买他的电站雷夹了 他也没有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是 你现在这人风补到哪去了 你应该选择跟台湾有安全 有帮助的东西 而不是说人家逼得你买什么 逼你打什么样的仗 这是最可怕的你知道 这一下完全否定了 我们这几十年在台湾 国防预算所投资的 比如说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空军 投资最少都是陆军 现在美国逼得你海空军没有了 海军全签 海军全签就是因为空军起不来 空军起不来就是跑道被炸 好了空军没有用 海军没用 那陆军 陆军搞成木兵制以后 兵源不足啊 所以美国才逼得你什么 延长预期 逼得你搞后备动员 你知道马上后备动员 召集训的时间就要长了 要延长了 因为这个仗打下去 只有靠人命换嘛 你靠人躲到城镇里面 跟他抵抗嘛 但是有用嘛 乌克兰这么强的 这个兵工厂的那个 那个水泥厂的那个地下 对不对 还是被干掉了 是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美国的目击军心很恶毒啊 用你人命换时间 用时间换 解放军的消耗 现在 只能看 中国大陆要不要上这个当 对了 不是我们真的安全 对 要有这个定力 要有定力嘛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总统的定力 一点都没有 来个议员 你站在那里给他简报 人家议员呢 还敲个二郎腿在看你 明朝是谁 这个是袁崇煥 有这么一号人物啊 那么但是苏贞昌啊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自己比成袁崇煥呢 他提到明朝末年大将 袁崇煥 还说啊 他历史是面镜子 要以古建金 要呼吁大家团结对外 民进党的 不要中分化的离建计 再上当啊 以古建金了 我两个问题 我现在请教一下 我们的施老师啊 施老师也是保读诗书啊 老师请问一下第一 这个是明朝 而且是末年的 那他如果说自比原重 换了的话 那蔡英文不就变 重贞皇帝了吗 再来 还有就是 他什么时候 要以古建金了 他不是最喜欢讲 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这时候怎么又把 中国的历史 又拿出来 而且还自比 历史中的人物了 我先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 那上一趴 我觉得我们 我们其实战后以来 对美国完全不设防 每年寒暑假很多的 在美国教书做研究的 拿了很多资料 那我不讲国防军事 光是商业谈判的里面 其实我们的底线都被制造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知道 亲兄弟名算账啊 对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 大学你也知道 很太多了嘛 很多流浪教师 那这些过去在做 比如说做匪情研究的这些 他们就把那一套也来做 OK 那其实令人担心的 就是有人是拿双想三想的 在这个乱世之中 然后他们有工作可以做的 我想这个政府必须要去处理的 他不是只是说 上电视帮网军当侧义而已 他们既然可以出卖良心 那当然也可以卖国啦 我这样讲 OK 好 第二个回头讲说 他们最近怎么在学生讲历史 我先讲一下 因为这一票人 大部分都是排到法律系的 那他们被法条比较少 你看阿扁好了 阿扁说他是什么呢 他认为说他是王莽 我太天啊 王莽是你知道这些人里面 很糟糕的一个人 我觉得阿扁比较像朱一贵 阿姆王你知道吗 朱一贵 朱一贵就是穿戏服 以为在当皇帝 OK你知道 好 回头讲说 朱镇他他是在呛谁啊 他在呛谁 因为他如果说他是原从换的话 就是说你不要把我吊死 不要把我换下台 对不对 不然的话 那你知道 崇祯皇帝的小鹰 那你就是最后要自杀了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是不是就是他暗指蔡英文重申皇帝吗 因为重申皇帝你知道吗 这课本有教过嘛 年幼婚鱼 对 袁崇焕边关大将等多有疑虑 所以他在讲是小鹰是袁崇焕嘛 那我们讲说那到底是谁是多滚皇太极呢 我觉得王世坚跟高家瑜都还不太行 那还有谁是三 有人把他比成吴三桂 吴三桂 吴三桂是三番还蛮强的 那谁是正成功啊 那谁是正成功啊 流亡是不是 谁是正成功啊 我来讲一下 所以我是这么乱七八糟 你一下也是口不择言的啦 平常都不念书 其实苏贞昕最近天前就在讲说 他认为他是邱吉尔嘛 邱吉尔到最后被逼宫嘛 怎么忽然又换成 如果说是因为邱吉尔跟财奇尔婚人 最后都被逼宫嘛 你人人是很现实 你表现不好就下台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的幕僚太弱了 那如果说这个赖清德是闯亡李志诚 是吗 那李志诚到最后也不行啊 我觉得他们那个自我的定位 你会想说 我是这个汉武帝也好 对不对 我是唐太宗嘛 对不对 或者是说 这个赖清德说 我黄袍加深啊 对不对 你知道赖清德所以讲说 其实他们这很笨啦 当时谢长廷被 杯酒士兵犬了一次了嘛 结果他自己怎么又被 阿姐大纪成举又被杯酒士兵犬又一次呢 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记忆不好 然后不太念书 因为那个是大概因为他们 大概是考医科的考法律的不考中国历史是不是 我跟你讲历史是人类的共同的 是不分国家的啦 台湾如果没有中国历史的话 这四百年还有什么东西啊 是 但是现在他们不是都是在去中吗 都把以前的历史都抛开啊 所以我都在说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记者出去做街头访问啊 苏正昌自比袁崇煥 请问你知道袁崇煥是谁吗 他哪位 可能就是又是他哪位 他是谁 就像上次访问的时候 说陈建仁他是谁啊 真的就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他是谁 我请教一下 许晴所以现在到底这样子比来比去的 比方说蔡英文是真的被暗指为崇祯皇帝了吗 那赖清德是闯亡李自成吗 那这个是什么状况 那是在讲说你2024你恐怕也要输了吗 也要大败吗 这个苏正昌这一句话马上就让很多人 全部都被网友给点名了 这明朝末年基本上是内乱四起 有些时候这个治理失灵嘛 然后各地有饥荒 所以开始有明辩有流寇 那这李自成基本上就是流寇的领袖 那其实明朝灭亡 倒不是说被清朝所灭掉 反而是亡于这个内乱 所以他现在讲这个 大家很直觉的把赖清德比作闯亡李自成 那就非常非常正常嘛 那当然在这个背景里面 那当然那个亡国之君 当然就是蔡英文嘛 我觉得苏贞昌在这种时候敢讲这种话 也算是也算是非常奇葩啦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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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张 我觉得他是完全反正我已经要被换掉了 对反正他已经要换掉了 他的末日预言我大概做几点分析啦 第一个苏贞昌这个叫做末日预言 因为袁从焕基本上就是 袁从焕当初在明朝的角色 就是他镇守三海关嘛 就是边防大将 后来因为这个朝廷内的流言嘛 然后这个皇帝昏庸无能嘛 所以把袁从焕拔关 还把他安一个汉奸的名字 他不是被车裂分尸 他是被林池处死 他是被千刀万剐 所以是一个悲剧英雄的这样一个角色嘛 可是问题是他的背景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即将灭亡的王朝 所以他是一个末日预言嘛 苏贞昌的末日预言 大概要给大家开示了几个方向 第一民进党政权将像如同明朝末年一样 父王于内乱 表示他这个内乱会继续往下延烧 第二最高领导人中间不分 最后落得悲惨下场 你看崇祯皇帝当初中间不分啊 最后是下场就非常的不好 国家也灭亡了 第三全党上下 如果他讲以这个来制况的话 除了他袁从焕 明朝上下除了袁从焕 其他通通是中了离间计嘛 通通是昏庸的无能之辈 祸国殃民 那苏贞昌要以袁从焕自比的话 他的意思是 民进党政权上上下下 通通是中了离间计的笨蛋啊 那只有我这一个人 哎呀孤胆英雄啊 当孤勇者啊 所有的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那你说结论简单来说 我觉得大体上听起来都还蛮 跟历史故事蛮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 唯一一件事情不一样叫什么 叫做苏贞昌真是脸皮有够厚 他脸皮够厚 但他完全没有袁从焕的本领嘛 人家袁从焕在边防打仗的时候 是压制后金嘛 那奴尔哈赤黄太极 打仗的时候是被袁从焕 打到没有办法进犯 是他要低头求和啊 你苏贞昌坐镇内阁 你有把国民党打到低头求和吗 你不但没有被打到 这个低头求和 你三海关都被人家攻陷了 你还好意思自比袁从焕 真的是真的是笑掉大家大牙 哦那那这个 还有人怎么会讲到 侯友宜跟郭台铭 这我也不太懂 黄太极多耳滚有吗 他的意思是说 明朝在内乱之后 清朝是从关外进来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哎呀在你们的内乱之后 拿到国民党收复政权了 所以你说这不是末世预言 什么才是末日预言 他为了自己官位不保 可以把整个民进党要拖下水 到底是有多讨厌民进党人 这个也算是这个 很值得深究的一件事情 哎呦真的哦 可是你看说 袁从焕 有人把他的死的悲剧 归咎崇祯仲皇太极的反奸计 误杀功臣猛将 那民进党是真的 你说是穷途末路了吗 这个 你先把苏昌昌 苏昌昌讲话的目的搞清楚 他有讲啊 他说我要你们团结对外 他那个 那个是观面话 刚刚苏老师讲 他自比邱吉尔 邱吉尔是被逼得换台 那现在他的身份 就是要被蔡英文逼得下台 这是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是袁从焕 我多悲壮啊 我做了多少事啊 还被你蔡英文逼宫下台 所以他是这样逼的 但是你把他比成袁从焕的话 比成这个崇祯皇帝的话 就是你是亡国之君啊 所以他不读历史 他不晓得他骂了蔡英文 也许是真的想骂了 第二个很妙了 赖清德自比李是李志诚 对 因为李志诚是颠覆明朝的 另外一个主力 一个清兵入关 李志诚造反 所以崇祯才亡了嘛 所以他不是把蔡英文给逼下去 对不对 所以他要开除赖清德 对吧 所以他就是闯亡嘛 那比王世间 比吴三贵也有道理啊 因为吴三贵就是消灭李志诚的嘛 李志诚就是被吴三贵带了 红尘仇一下子把这个李志诚剿灭了嘛 是 所以你看他们比喻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样嘛 你自己比的嘛 你是崇祯亡国之君 你是倒掉你民进党政府的 闯亡李志诚 你吴三贵是干掉李志诚 王世间可以干掉李志诚 你有把历史读通了 就是这样比喻嘛 不过说真的 那个明朝末期的时候有什么灾祸 大瘟疫啊 蜀辈混行啊 才有李志诚嘛 天灾人祸才有李志诚嘛 是啊 是一个邮差的角色 就是驿站里面的驿族 没饭吃了 是 造反的嘛 那台湾现在也快了 那蜀辈咧 蜀辈我们看那个 讲到论文讲到学历 有人讲说一群是 可以被比为蜀辈的人在当官吗 老大在英国的论文就被人家怀疑 所以他只指的论文 那当然徒子徒孙的 一百多篇的论文都有问题吧 对 然后又不懂得治理 或者是又没有办法处理好 黑金啦 贪腐啦 那是不是就是蜀辈横行呢 对 而且还有一个证明 他用人不当 既然海空军都被殲灭了 那将来是打陆战 你先来把邱国阵要换掉 听说换海军的来 或者换那个什么国安局的局长来 那不是死得更快 你们懂不懂陆军作战 是 来 施老师 那现在赖清德呢 他现在当上了党主席了 然后他说他要什么 他要改革 他要能够让什么 让团结全党强化社会对话 找回年轻人信任 党部人士兼顾派系平衡 是在交替交会有新的面貌 赖清德真的够让民进党 有什么新的面貌 换回年轻人的信任吗 我们先来看 他自己面前 是不是就有很多的挑战 他投票率 你看这次只有17.59% 那当然他一个人选 99.65%的得票率当选了 可是我还是蛮好奇的 就是施老师 你觉得赖清德能怎样 刚刚我在讲黑金 黑金他能怎么处理呢 光是他台南 还有现在我们讲台北 北部这边 不过也有人在质疑 你民进党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 有所谓的黑道 那再来还有还有 现在我也很想知道的是说 他还要面对还有这样 苏贞昌或甚至是蔡英文 那这个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老师 我先讲说 戴清德大概有三大任务 而且是层级不一样 第一个层级就是说 他所谓的和平保台 就是说你能说服中国跟美国吗 到底是和平是手段 还是一个目标 还是什么样的境界 他可能还是在讲 因为小英也出来帮他 好像解释了一些东西 说我们两个是一样等等那些 那就没有什么好玩了 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是政党体系的 这样的所谓的脱钩 也就是说最近新的 这个尤英龙那边的民调 看出来是蓝绿加起来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支持度而已 然后呢三十的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人 是没有表态的 那差不多民众党 差不多十七八到二十左右 OK 国民党这次当然稍微是最高的 但是有一阵子被民众超越 那中间这里面呢 如果国民党没有整合 民进党又分裂的时候 搞不好这个KP百分之二十 二十五就上了 这是第二个挑战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 侯友宜跟赖清德 未必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回头最低层 就是他如何面对这个民进党 他的政党认同这个部分 又如何不会崩盘这个部分 那他其实面对还是蔡英文的部分 因为蔡英文目前看起来是说 他没有办法推党主席 所以为什么会那么低 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说 反正一票就赢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 因为现在人头已经 他们现在的所谓的初选 已经透过民调了 人头党员只有剩下选党主席 那他们没有所谓的开除 除非你犯错 那你如果说要 就所谓的旅行 这个所谓的权力投票的时候 你去补缴党会就好 我其他的派系的人 为什么要帮你补缴党会 是没有必要 所以投这样已经算OK了 但是你可以去处理台北的部分吗 你这个陶冬你可以处理吗 新竹你可以处理吗 你连台南都处理不了 你顶多叫他站起来 然后这样子而已 然后你可以切割 黄伟哲来之前这些呢 那是纠缠不清的 因为我们知道国民党过去 我还讲国民党过去 说有党产嘛 党产没有的 第二个地方派系是用客运嘛 现在民进党 他那个藏扶移民的方式 就是绿能等等这些东西 那县市首长他可以同意 对不对 那中间我说外商他们来 都知道地方上都要找谁来勾结 那些钱那个东西 你赖神切得了吗 你看这次不是有 要补贴台电有没有 那个是间接就是补贴 他们的绑装啊 你知道那个买电多少 那些东西嘛 所以他可以去处理这些东西吗 老师你很怀疑对不对 然后接着说 我如果说真的小英 他推出陈建仁率选总统的时候 那苏生当当行政院长 你没有国家的行政资源 你赖神可以选得下吗 你没有子弹啊 你仓富移民 到底新潮流这几十年来 他都当老二嘛 那藏了多少 藏了多少的财富呢 问号 所以老师讲的蛮有道理的 因为还有一个重点 这次大家其实对民进党 很不满的地方 就是说谁是战犯的时候 其实还有检讨到 包括像是比方说林志坚 还有就是他的老师 陈明通 陈明通我就想到 陈明通你也不会把它换掉啊 因为你没那个 你没有那个职权啊 那个是蔡英文的职权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很多东西 其实还是卡在蔡英文 然后甚至如果是到时候 格魁换成成成建仁 那背后也还是蔡英文 那你赖清德无法对付啊 那你陈明通又留在那边 然后人家就说 所以你现在就算是你要派 让民进党的人说 要来挺你赖清德 问题是赖清德很多事情 我可以讲还是要让一人讲 无法处理 老师请说没问题 我讲一点点好不好 老师老师请说 就是说 附佛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所有总统都怕他 因为所有狗屁盗造的东西 都在他手里 那为什么一堆人要去念国发所 就有点像以前革命事件 研究人要去洗穴位呢 所以陈明通有多少人的把柄 在他手里啊 所以他就是小英的特务头子 所以他不会下台的 所以他既然他不会下台的话 那战犯也就被指为战犯的人 就还在那里 因为真的啊 就是在点名 谁是战犯谁是战犯 陈明通就刚好也就在那里 怎么办呢 那现在这个民进党 还是赖清德57.7% 呼声最高 陈建仁才16.7% 然后呢 苏贞昌更低啊 才5.9% 大家看看 那国民党侯友宜 他还有36.7% 郭台铭28.6% 朱立伦7.9% 那如此一来 诶 举庭 那对于国民党来讲 这算是利多吗 我觉得这个李志诚 终究是要造反 终究是要攻入北京的 因为你这个不可能 李志诚明明就是代表着 这个对于当朝的不满 然后他还要温良公俭让 还要大家大团结 我们跟崇祯好好谈一谈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选举战败的战犯 基本上就是崇祯皇帝嘛 所以他们终有会有一场 辛风邪雨要面对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